那我们看pt32015的第1set的题目 然后它叫你用那个 圆规一个恩池 来画pqr ok 然后它有show in diagram 3.2 ok 那个 diagram 3.2我在题目这边没有放到 ok 不好意思啊 所以在这一边的时候呢 它其实我需要做的事情是什么东西呢 我需要做的事情是我在这一边 呃这一个其实是60度 ok 60度 所以在这边我需要画的是60度 60度的画法其实很简单 我只要把我的圆规插在这一边 这个是我的第一个步骤 然后接着我再把圆规插在这一边 这是我的第二个步骤 然后我撇这一撇 这个是我的第二个步骤 然后接着你用这一个开始的点 跟这个点连接起来 它就是60度 ok 你这样画过去 ok 好 接着呢 题目要的是什么东西 题目要的是 它说qs 然后qs是什么东西呢 它说 qs qs其实是90度 然后 在这边 q是这边 qs qs在这边 qs在这边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 我有s在这边 然后我要画那个90度在这个地方 所以我的90度不在s 我有的是s 然后我不在我的s那边的时候 所以这个是属于第四种的90度 所以第四种的90度的时候呢 你需要做的事情是把你的圆轨插在s这一边 ok 然后你就撇这一撇 ok 可以是左边一撇 可以是右边一撇 这样啦 你也可以直接一撇 ok 然后我的这一边呢 有一点不好的东西 就是我这个笔用到比较粗 ok 正确的情况之下呢 你应该用比较细的笔 好 然后它这样粗粗的 这样画一盒呢 其实是不可以的 ok 然后接着呢 我在这一边 插在这个地方 然后 我撇这一撇 然后我再插在这个地方 然后我也撇这一撇 然后接着我的这个点 跟我刚刚的这个s 两个连接起来 ok 这个就是我的那个 第七个动作 然后我就可以画到这个90度 然后题目要你量那个 呃 pq的长度 pq的长度 所以你要量pq的长度的时候呢 你就量这个p跟q q在这一边 ok 这一个的长度 你去量它 量了我拿到的是2.1cm ok 然后也有可能 所以它要的是pq 也有可能是一点 ok 可能我复印了 然后复印到同的大小 所以它有可能会不一样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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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